Hello 各位亲爱的Homely的会员朋友 还有投资者朋友们 大家中午好 欢迎来到Homely Lunch 今天是8月30号 周三的盘中是2点23分 我是MG 今天给他分享一个主题 YTL还能涨吗 目标位是多少 如果不能涨 只赢位应该怎么设置 也是给我们一个会员朋友 来回答一下他的这个问题 同时也有很多的朋友呢 因为对这个股票也很关注 所以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但是没有股票推荐嫌疑和买卖建议哦 还因为呢 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有不少朋友吧 对吧 这个股票上呢 有获利不少 对吧 还是很关注说 应该怎么样去做合适的仓位控制 是不是应该落带为安了呢 还是说像今天的调整 应该来准备再加仓啊 所以会给大家去讲讲一下 OK 来 如果是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的 视频的朋友呢 可以来订阅下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来第一时间收听到我们的一个内容 会员朋友和粉丝朋友呢 欢迎来点赞 动动我们的小彩手 点赞 分享一下我们的视频 到我们的一个朋友 OK 给到需要帮助的人 OK 本视频呢 没有任何的股票推荐嫌疑和买卖建议啊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投资风险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很多人关注这个股票啊 还不因为不只是因为对吧 手上已经是有获利啊 这是一个会员朋友啊 137个percent 我相信呢 有很多朋友也赚到不少 比他少或者是比他多的一个利润呢 对吧 那么呢也是不要担心 因为呢有报纸说 这个股票啊 他能够涨到1块8 离现在的话呢 就差两毛钱 心理比较忐忑啊 对吧 获利盘是最活动的 OK 当然呢 最近的话除了这个股票也有很多啊 收到很多的portfolio 大家都是有这个赚钱的 包括很多地产股啊 对吧 还有这个 一些这个股票啊 所以相当于说 大家对于获利盘的这种效应啊 心理谈都是比较正常的 那我们会结合整个盘面给大家去讲讲一下 YTL呢 他作为一个政策赋能 风口赋能 也叫外资赋能 对吧 就或者是周旋后的这种风口赋能 都是在他的这个身上去体现了 对吧 他能够对很多新启动国家的一些政策方向的项目呢 都是有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性在这里啊 那么股票的话正好也是有很多的资金流进 早早流进里边 所以呢 还是比较重要 也代表这一波风向 他应该怎样去做一个持续 对不对 一个是持续 第二个呢 就是相关的风口 或者是相关的概念板块轮动啊 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功课 其实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我们有在上周六的时候给大家去详细解析过啊 等一下会给大家去讲到 好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赚钱的股票啊 到底怎么说看 我们先来看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行情啊 因为你想个股肯定是离不开整个指数的 来些今天的整个风口啊 KLCI的话呢 是属于V型反转啊 对吧 一个到V型 那整体的话呢 还是处于一个震荡之间 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讲过 在这样的震荡之间呢 触碰到前高点呢 是你要开始跑的时候 对吧 那因为这个都是蓝筹带动 今天也是金融板块啊 所以金融板块 它如果也是类似的形态 那你要注意一下啊 在突破之前呢 是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震荡 直到它成功突破以后 才是比较持续的上涨 这是关于指数啊 那么蓝筹涨得比较好的时候 个股来会比较表现比较平淡 加上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板块表现就比较一般了 板块啊 科技股在昨天 这个美股强势的科技 把科技概念带动情况下来 反弹了1.42个percent 其余的没什么表现 跌的最多的是 telecommunication 对吧 那你看昨天中午 我们看那个地产的时候 前天啊 那地产都是有上涨 百分之二 二点多啊 对吧 这个只有1.42个percent 而且是一个反弹 我们看一下科技股 对吧 那么我们呢 稍微换一条线 你就知道了 这个科技股啊 它不突破这个线吧 还会什么 在这边震荡 也没有庄家 因为大家知道 最热的板块啊 在地产建筑那一些里边 还有utilities里边 那科技的话呢 现在是 对吧 就是小打小闹一下啊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能否持续 资金要移到这里来的话呢 那就会从别的地方 轮过来 对吧 所以 咱们要密切去关注 现在会不会是 它的时候呢 反正从技术图表上来看 还不行啊 我们看看一下 这个 这个刚刚我们说的主题啊 utilities 它的这个板块啊 基本上就是受到这两支 权重物的影响 今天也是调整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直接来到4677 今天是下跌 1.83% 1.83%啊 这种跌幅 对吧 其实对于牛股来讲呢 都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么 会员 他是怎么跟我说的呢 他说这个报纸上说呀 这个现在有回调啊 说他会尝试挑战1块8 是否还可以进场呢 我先回复你啊 哎 他有可能会跑到两块钱去 好吧 结论是这样子的 是有支撑和压力位的啊 可以看得到 只不过 可能你没有找到而已啊 就像很多投资者 他认为技术分析没有用 对吧 他认为 这个就是恰好在那边了 但实际上 你是没有了解到 本质的技术分析 来 我们呢 要通过两个策略啊 去用 好吧 两个策略 天天盯着这个分钟图 日图的朋友啊 肯定很难找到 他的一个规律 而且这两个 其中有一个会员 是比较容易去找到的 第一个呢 就是他的一个什么 我们说 他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周期啊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啊 你要用 先用静态 后用动态啊 先进后动 他除了静态软件 会有很多的 这个更多的功能以外呢 他的数据是最多的 比如说一只股票 不管他上市时间是多长 从他第一天上市到现在 所有的数据都是有 但是动态软件 因为他的 focus的点 在于他的盘中的实时 敏捷性 所以他不在乎说 数据是否完整 你在real time里面 就看他的数据的话 最多呢 就是看到月线图罢了 好吧 再远就看不到了 所以呢 你画不住他的支撑 这是心理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如果到静态软件 就不一样了啊 我给你画了一个静态软件的图出来 你看一下哦 我们要到half year 就是半年线 你才能够看到 看到吗 一根蜡烛代表一个半年 那么你呢 可以通过连接啊 一个高点 二个高点 还有呢 三个高点 你就可以把这个通道线 画出来的 或者是这个 对吧 这个 这个点也是可以的啊 连接三个 就两个高点和一个低点呢 可以把上升通道线画出来 那么这一个点和 啊不是 sorry啊 那么这一个低位 基本上是可以去预测出来的 这个叫什么呀 这叫推演 对吧 你也可以叫预测了 也可以叫推演啊 哎 有的人说不是破了吗 破了立马回来 这叫假跌破吗 是不是 好 回来了以后 再往上走的话 是不是会到这个线呀 对吧 会到这一个线 到这一个线呢 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 大约啊 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点位啊 我给它标出来了 大约呢 会是 你把mouse放在这个位置的话 大约是两块钱的位置啊 所以我跟你讲 目标会是多少 是有依据的 当然 它未必在两块钱 就会预压回落 未必啊 只要它的量能是足够的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庄家啊 你不能够光看它多少啊 现在是99% 你要看跟前面比啊 前面所有的高点是不是突破了呢 是的 突破了 那么就说明什么呀 它有兵力在这边把手 哎 要把它攻破过去 没有兵力的时候呢 遇到阻力是很容易回弹的 对不对 就像你去攀岩的时候 对吧 哎 可能你从那个悬崖上掉下来 啊 掉下来以后呢 下面 有支撑 比如说有一个踏板 有个小石头把你撑住了 哎 你是不是止跌了呀 对 止跌了就一定会 能够让你往上去走吗 不一定啊 怎么才能爬上去啊 你得有外力是不是 你自己的力量 如果能够把它转化成一个 比较大的力 你能够用上力 那可以 如果你用不上力 一定要下面有力 给你推上去才可以 对不对 否则你就只是止跌罢了 所以这个地方啊 它到这个压力位 能否继续上去 看量能不能够攻上 目前来看呢 主力筹码 它是什么呀 突破前面的高点啊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就像前两天 有一个走的好的股票 叫3471是吧 3417啊 你看啊 这个股票 它在这样的时候 你看啊 这根大羊猪 对吧 一天涨23个% 好 涨这么多 理因来讲 它会调整 第二天还是继续高开 这种情况就说明呢 它是非常的强 对吧 那有人说 你看我们看量 量也是撑住的 这个主力的筹码 稍微减少一点 没有关系啊 但是你看整体 还是比较撑住的一个状态 今天收音 也是很小的量 所以你就看啊 它并不是每一个放量 你都要应该跑出来 反弹放量要跑 上涨的放量 对吧 它有两种情况 对吧 第一个呢 就是继续后面有量 把它盖住 是没有问题的啊 所以我们就说 第一个 我们因为趋势线 打到这里 我们先看到两块 两块钱 但是并不代表 它一定会跌啊 如果它突破过去了 那么后面 每一个日线上的阴线 都是你的机会 OK 好 这是第一个分析的原因啊 第二个点的话呢 只有Homely的会员 才能够知道 那就是关于这个K线啊 关于这个等比K线 之前也偶尔去提过啊 在普通的软件上 你看到的图是第二个图 这个是普通蜡烛 它是根据股价的上涨 多少点位来做出的蜡烛线 那么上面这个图呢 是Homelysophate 叫做等比K线 它呢是通过呢等比 也就是说它上升多少个 巴仙率 来计算它的一个涨跌幅 所以你发现呢 它会更有规律 不仅是在马股 美股里边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效的 所以你怎么才能够说有效呢 你画图你就知道了 看到没有 上个图呢是等比K线啊 下面是普通蜡烛 普通蜡烛 你画的话呢 你画不出来这一个支撑位 这个支撑位啊 他说可以画出来啊 对吧 你这么连接两条线 是不能画出来 是 好 是能画出来 但是呢 它代表一个什么 代表一个分歧加大 分歧加大的话 你就只能够做波段 对不对 做波段的话 你就应该什么呀 做波段应该什么呀 你就不是说 你就在这地方 该卖卖掉 然后再买回来 对吧 那这个的话呢 表示什么 一直上升趋势 那中长线的投资者呢 他是可以不用卖 而且呢 考虑在这个地方加仓的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呢 只需要什么呀 只需要通过三个点画出来 但这个的话呢 他相当于说 是画两条不同的一个趋势线 好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上面的空间 对吧 这个空间 哎 你不好去判断它了 对吧 你可以去看一下啊 你可以把鼠标放过去 但是 这边的话呢 你基本上从这个地方开始啊 从这个地方开始 你就可以把整个趋势啊 把整个趋势呢 给它定出来 对吧 那这个等笔K线的话 我们看完以后呢 你就知道啊 就是咱们的运用工具的最原始的 这个这个工具一定要弄清楚了 好吧 好 如果这一个如果是往上突破的话 它会到哪里 我们呢 用黄金分割拓展 连接一个低点啊 就连接这一个低点 然后呢 画到这一个高点 画到这个高点 然后呢 往上拓展 因为它突破浅高了嘛 所以我们就用黄金分割拓展 拓展下去以后 你就看哦 现在呢 是在191的位置 对吧 那么382的位置呢 是1块8 然后呢 50的位置正好是2.8 2.08 2.08 好吧 50都是2.08 那么跟刚刚我们说的 那个通道线的上面的位置 是有一点点重合的 OK 好 那么如果往低怎么去做止盈 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止盈位啊 把它放得高一点点 对吧 你没必要在这个 记half year里面去设置了啊 我们可以直接来到日线图 日线图的话 你就直接以漂带为主就可以了 对吧 什么时候你看哦 你看它的规律就是 都没有跌破漂带 是不是 我们看到啊 4677 你看啊 它整体从这个地方突破 开始都没有跌破过 今年3月份到现在 没有跌破过这个漂带 可不可以以这个漂带的 青色线作为一个什么 止盈位啊 如果你是短线后面才进来的 你就可以什么 第一个 第二个黄色的防守带 作为一个止盈位 那目前的位置呢 是1.36 对吧 那么作为短期投资者来讲啊 日线做什么用途的 找节奏的啊 只要它收音都是机会 对吧 今天收音它又是机会 但并不代表呢 你看到它收音就买进去 是收音完了以后 再来一个止跌阳 这个阳线呢 最好呢 能够呢 站在白色的进攻带之上 这两个都没有站上去 对吧 咱们不做 咱们从这个地方进 就做确定性的交易 这个地方调下来以后 对吧 然后又往上去走 也是什么呀 也是一个进场点 这调下来又是一个进场点 对吧 这调下来又是一个进场点 所以啊 好股票啊 日线收音都是属于一个买点 好 这个有没有说明白啊 这个讲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也是比较关键 同时呢 它有很多政策赋能 对吧 如果你不懂得 马来西亚的这个政策 以及相关的方向的话呢 我强烈建议你啊 一定要来听 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课程 今天晚上的话呢 八点钟啊 我们会讲一个什么 政府工作新方向 两大路线三大主题 因为这个特别重要啊 上周六错过的朋友 今天晚上八点 再不要错过了 好吧 非会员可以吃免费体验 但是没有重播的 同时呢 我们在周四 周四明天呢 正好是假期 我们会在明天的晚上八点钟 也给大家做一个 愉悦度的复盘和九月展望 因为金九银食马上到来了 八月份横盘震荡 什么时候结束 对不对 从八月一号开始进入横盘的 调了整整一个月 那么像今天这样的行情 你看啊 KLSE 它到底能不能够如期突破 进入到金九银食 金九银食又应该如何去布局呢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课程 这种课程呢 这个第二节课都是纯内部会员课 好吧 所以非会员呢 我们只开放五个名额啊 想要听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来加入到我这个社群 好吧 加入到我这个社群来报名 会员朋友不用报名啊 会员朋友有专门的会员的社群啊 这个是非会员的 那直接呢 扫码进入就可以了 除了通知大家关键的课程以外 我们还会在社群里边去分享不定时的实战干货 还有马股关键行情的复盘呢 以及呢 一些内部体验的课程 好吧 所以呢 想要学习持续赚钱 想要学实战方法的朋友都可以来 扫这个吗 加入到我们的社群组啊 好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两节课啊 一个是今天晚上8点 还有一个是明天晚上8点 大家不要去错过 好 另外呢 除了这个股票啊 其他很多股票啊 今天都是呃 强股呢 是比较偏回调的一个位置 对吧 那么大家需要去看啊 现在我们就用庄家50%去选股 那么如果它是在调整当中的话呢 都是大家密切去关注的啊 对吧 我们随便打一个比方啊 像这种 它也是跟这个大方向概念相关的 对吧 掉到票带里边 再收一个指贴养 都是我们呢 要密切关注的一个点 好吧 还有什么不懂的朋友呢 欢迎你点击我们啊 视频下方留言区的这个链接 来链接到网 好吗 会跟你分享更多的干货 当然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课程 呃 要报名的朋友啊 第一个是加入社群 第二个呢 你如果扫不到码的朋友呢 点击我们聊天室的下方的链接 直接加入也是可以的 好吗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有学到的朋友呢 记得点赞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